会员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咱们会员专享翻牌节目时间了 咱们看看会员朋友们在往期的节目当中 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会员朋友XTREMZERO 问了一个问题 您说过如果没有文物能够推翻正史 那我们就只能相信正史 那么李世民继位后篡改史书的说法 如何得出的 难道他篡改史书的行为 也被后面的史冠记录在正史里了吗 确实是这样 被后面的史冠记录在正史里了 所以我们才能知道 这个说法是最早建于玄宗朝的贞观政要 当然了因为贞观政要记录的是本朝的事 所以写的比较隐晦 只是提出来李世民他非要看国史 然后房玄龄拗不过他就只能给他看 到司马光写资质通鉴的时候 说的就比较直白了 说李世民看完他和他爹的实录之后 命人消去扶辞直书其事 消去扶辞直书其事 那这就直白的告诉你 李世民改了国史了 他把国史改了 但是司马光他不是唐朝人 所以他说李世民这么干 可能是基于一定的程度的推断 其实除了参考这个贞观政要之外 就是对比唐朝留下来的各种史料 他写这一段的地方比较特别 没有写在正文里 写到了这个通鉴考议里 是附在正文之后一篇的 专门写成书中的这个史料的这个责取问题 所以如果没有记载 我们确实是不知道 好 这个会员朋友勾而以外 剃勾 问了一个问题 说那个南梁啊 本来也是南齐的宗史 祖宗呢 可以追溯到西进的萧整 虽然关系很远 但是毕竟也是宗史 为什么萧衍还要利用善让这种手段 篡位建立一个新王朝呢 对啊 你都 你已经把这个答案说出来了 是吧 他虽然是宗史 但是呢关系很远 是吧 那继位轮得着他吗 那他永远得是臣子啊 这就好比是什么呢 你比如说在清朝建立之后 是吧 清朝建立之后 你比如说这个爱心觉罗氏 是吧 这是努尔哈赤和他的三个弟弟的后代 是爱心觉罗氏 是吧 那么这个努尔哈赤的爸爸啊 就是他的这个兄弟们的后代是觉罗氏 那怎么着江山永远在爱心觉罗手里 不可能传给觉罗 对吧 那觉罗要想当皇帝呢 那就得篡位 那就这么一个道理嘛 所以你这个萧衍要篡位 也是这么一个道理 是吧 我是远之宗史 这个一表三千里了 恨不得 怎么着也轮不上我 那要是这么的话呢 那你说这李渊跟这个隋阳帝 还是表兄弟呢 他干嘛非要篡隋朝的江山 一个道理 那轮不上我 我又想当了 怎么干呢 是吧 你下来我上去吧 就这么简单 是吧 好 这个霍元朋友紫飞鱼 问了一个问题 说我记得您以前讲过 古代有些地方 比如说日本有虚军的传统 而且君主呢 不掌权 没有必要取而代之 中国历史呢 也曾经有君主 实际上不掌权的时候 比如说东汉末年 群雄并起 但最后呢 曹魏还是选择把汉朝皇帝赶下来 做皇帝 而没有形成一种虚伪国君的情况 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日本的国君不掌权 是传统和制度 中国的国君不掌权是特例 是特例 不是说皇帝没有权利 是吧 是这被权臣架空了 是吧 所以权臣如果不当皇帝 名不正 言不顺 日本不是这样 他的皇帝本来就没有权利 权利本来就不在皇帝手里 而在这些个 所谓的咱们说 就按中国的话讲 就是我也是权臣的手里 我已经掌握权利了 我就没有必要把这个皇帝推翻 中国是不行 是我掌权 这是名不正言不顺的 我要想这个传给我的子孙 我就必须得把他拉翻 我当皇帝 他是两回事 一个是特例 一个是惯例 所以当然就会出现 中国都是权臣 必须得篡位 所以甭管是这个王莽 还是曹操 还是司马仕 还是宋齐良臣的善待 还是后来的朱温 都是这样 你架空了皇帝的目的 是为了我当皇帝 是这个意思 是吧 好 蒙古国海军司令于晋国 我天 这找着海了吗 就上任 蒙古国海军一共就七个人 一艘游艇 是吧 说为什么丁宝珍杀了安德海之后 仕途没受影响 老佛爷最宠爱的太监被杀了 那怎么他就一点打击报复的行动都没有 反而越来越重用丁宝珍 真的是因为他把小安子裸师曝世 替慈禧辟了安德海是他小白脸的谣 这个是俩事 首先说呢 这个丁宝珍本身就是地方派系给举荐上来的 倒不是说呢 慈禧想这么干 是因为当时太平天国已经把清军打残了 所以这个必须靠地方实力派来维持 所以必须要重用丁宝珍这样的地方实力派 至于安德海被杀 这个慈禧呢 没有意见 从历史上表现看 他确实没什么意见 无非是一个这个趁手的奴才没了 不可能说上升到还要打击报复的程度 就好比说你到我们家做客 我比较喜欢的一个 比如说一个笔帽 一个笔筒 巴你给我撤了 我因为你给我撤了这笔筒 我打击报复你吗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你看安德海死了 马上就换了个李连英 有一段李连英失宠 然后就换上个崔玉棍 后来就是清诺就换上了小德章 这玩意儿有的是 奴才有的是 一个比一个会铁 所以死了安德海不至于报复 就这个意思 好 这个 网友朋友勾而意外替勾 问了个问题 说我一直有个问题 想问很多人呢 甚至历史老师都说东周呢 等于春秋家战国 但是呢 秦灭周之后 周就应该结束了 而后面的时期呢 直到秦朝建立 可以被视作纯粹的战国时期 我查询了网上 也问了之前的历史老师 感觉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看法 请问现在的历史学家和历史上的史学家 怎么看待东周等于春秋家战国 这个问题 又是怎么看待秦灭周和这个秦朝建立的这段时间 这个东周等于春秋家战国呀 确实是一个刻板的印象啊 就是咱们说句实在话 这就受这个什么 郭沫洛呀 什么这些人的这个这个史学观点的影响啊 其实呢 你听我讲的那个中国文明断层啊 你应该你应该听这个文明断层里明显就讲过这问题 前771年西州灭亡 前770年平王冬迁 并不意味着就是春秋乱世就开始了 实际上再就最早也得早到这个 这个郑国大将建设王坚 才标志春秋乱世开始 礼崩乐坏 那已经平王之后的事了 平王时代 应该肯定不是这个春秋时代啊 至于战国啊 至于这个这个公元前256年 秦昭湘王就把这个东周就给灭了啊 所以确实你不能说整个战国跟东周相始终 包括战国开始的时间 也不是公元前475年 这是郭沫洛这么认为啊 前476年到前475年就变了 不是这么回事 是吧 普遍的这个史学家的这个认识 古代 你比如说你像那个谁 司马光写资助充建 他是从三家分禁开始算 算战国时代啊 这个这个这个 你得这么算啊 就是正式的把这个 这个三家分禁啊 让田氏戴琪 老诸侯被这个新诸侯代替 才应该算是这个战国时代的啊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的意思就是 你没有必要去叫这个真儿 至于他什么年代开始算 什么年代开始算 无所谓 你知道这些事就可以了 叫这个真儿没意思啊 好 这个 呃 不一呢 问了一个问题 说元朝人托托在编修前朝史的时候呢 编修了辽宋金 但是呢 关于西夏没有编修 而西夏的记录是在这三本当中 是不是因为在托托等人啊 看来西夏是一个边疆叛乱的割据政权 对啊 就是这么回事 那因为他跟辽金和这个宋都不一样 他没有法统啊 你说你继承的是谁的法统 你原来就是定南军节度史 啊 后来你剑号称帝 那包括咱们讲为什么宋一直跟西夏死科 那跟辽能和平共处一百二十年 一定要跟西夏死科 就是辽本来就跟我是对等的国家 比我建国都早 是吧 所以人家等于还是哥哥呢 是老大哥呢 禅渊之盟之后 人家遵我为兄 这事可以了 面子够了 你西夏不成 一直是我的藩属 是吧 后来你就是李继千都是就是叛乱 是吧 就是叛乱 是吧 装饱母死 然后拿着兵器跑了奔地金泽 然后就掀起叛乱 到李元号建号称帝 是吧 所以这个不行 我一定得把你弄死 他就是这 所以在这个后来的这个史学家看起来 也就是你这西夏没有法筒 你法筒哪来的 谁允许你当皇帝了 你继承了谁的法筒 是吧 你辽人你可以说我直接继承了唐的法筒 我们祖宗都是被唐朝封王的 是吧 所以你朱温能带唐 我也就能带唐 是吧 那金是继承了辽的法筒 那宋呢 也可以说自己继承了这周的法筒 然后往上能 其实宋的法筒还没辽政 还没有辽政 辽的是真是 这个祖宗都被这个这个 李唐皇室册封过 那宋朝也没有被李唐皇室册封过 直接是窜在后周的江山吧 那你至于那西夏就更不拎了 是吧 所以他就不算是一个这个朝代 他确实也不算一个朝代 顶多能算一个小国 这就跟那个 比如说这个什么 咱们说魏晋南北朝 魏算一个朝代 属两国不算 那就地方割据政权 没有说魏晋南北朝的 没有这么说的 是吧 是这个意思 然后马特沈问了一个问题 说清朝汉人当官靠科举 满人靠当侍卫 这个侍卫只是个官衔 还是真得拿刀保卫皇上 如果真的给皇上刀当保镖 那是不是个个攻马贤手 武艺高强 那这些人在之后 当官在文官体制当中摸爬滚打 也都是文武双全了吗 谢谢解答 理论上应该是真的应该刀马贤手 就是攻马贤手 应该是这个文武双全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但是呢 实际上满洲大臣都应该是文武双全 甭管你是文官还是武将 而这满洲人好像也不分文武 你看这个康熙平三番 然后跟准凯尔利次用兵 出兵都是什么大学士 亲自领兵 利不上书领兵 很少说的兵不上书 兵不上书按道理讲也算文官 体制也算文官 都是以这些人当大将军出去领兵 他本身也不分文武 满洲以旗舍文根本 当年太祖爷在关外起兵都是哪分什么文武 所以他人人都应该是文武双全 但是呢 真到了成平日久之后 康熙朝以后 那个这些个这个侍卫有多强的武功 这就那么回事 所以才发生那种一个疯汉 拿着菜刀要砍家庆 所有的侍卫呆若目击 还是靠家庆的姐夫和这个侄子 就定亲王 和他和他的姐夫一个蒙古王爷 俩人过去把这个凶手抱住摔倒 这个时候侍卫才一拥而上 把他摁住 你说那纳兰姓德也是侍卫 他攻马贤手 然后这个武艺高强 我真的不信啊 所以这些侍卫啊 他理论上来讲啊 其实也不能算是保镖 不能算是保镖 这就有点跟那个什么似的呢 贴身男仆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 有点是这种感觉啊 这种感觉啊 所以不一定人人都会武功啊 但是每个人都挂的刀 这是真的啊 这是真的啊 好啊 那会员朋友们问的问题呢 咱们今天就解答到这儿啊 下一期有什么更好的问题 咱们呢再继续回答 谢谢会员朋友们 咱们再继续回答